柴燒大燥 鍋氣烘烤著每一顆花生 從花生冒出的油脂香氣 瀰漫著整個空間 不愧是堅持三代 遵循古法的老遊行 這樣的功法 我想在台灣也不多見了 這算新鮮的現炒花生 對 出爐 大鍋炒那種 對 直接出爐 傳統的這個 它現在可以出爐 它可以出爐 它可以出爐 它怎麼下來 它會像這邊一樣 它會像這邊一樣 等一下 怎麼會兩天同時 好彎的吧 好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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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妳我給妳換位子 我真的好彎 我現在要上彎的那邊 好彎喔 好彎喔 繼續滑進去 滑進去 沒有沒有沒有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打動 花生花生打動 對 滑進去 那然後呢 現在怎麼樣 對 把它挖進去 喔 用挖的是不是 對 用挖的 它慢著沒關係 它慢著 它沒有 它停止 小心喔 它中草馬 沒關係 慢慢來 好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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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情很彎喔 喔 這個 這個 其實也會燙 對 所以你們要先 那個 不要拉太大力 那你等它動完再 喔 喔 喔 這好像 烤肉被煙筋一樣 對 可是 真的滿香的 它那個 烤過的那個焦醬味 我其實很喜歡 這種烤過的焦醬味 咬開以後 它不是很脆喔 因為還很熱 所以很 有那個軟度在 可是它有那個 像花生醬的口感 咬下去已經 花生醬的口感很綿膩 然後那個味道很清香 對 它就是用 牙齒沿磨的花生醬 真的 真的吃下去 因為跟我們平常吃 吃花生醬 一直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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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那口感是不太一樣 對 然後那個香氣出來的 味道也不一樣 對 就是突然很像 你吃了一口那個 花生醬 跟含在嘴巴裡面的味道 很掛含 在高溫環境裡面工作 連我這個行騙世界的人 都有一点熱的受不了 加上製作工序繁复 而且辛苦 但為了遵循阿公留下來的手藝 沒有人含苦 只為了做出 最天然無添加的老味道 這樣瘋磨爬椒再多一點 再多一點 再多一點 這樣 一次下 這樣一次不會太少嗎 那麼大 我不知道要吃一下 這樣可以嗎 再高一點 再高一點 然後你等一下下去一個之後 你一直拉 然後它再一下丟 我一直拉是不是 對 你一直拉 你現在這樣 這樣很重 對 很重 很重 我這樣子下可以嗎 可以 不要噴到你自己 小心 好 然後要趕快 對 快拿快拿快拿 我要自己 我自己要快裝 趕快裝 那你前後 前後這樣 把它散開來就對了 好 跑龍勾 沒有我想像中那個 啪 那種 我剛才原本以為它會噴得到不都是 我一直以為 我一直以為它會噴得到不都是 不會 我現在是不是要趕快把它弄散 對 因為要下來 要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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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下這個要下 你們這油是 每天換是不是 好輕喔 那個 小心喔 對啊 每天換 小心喔 沒有噴到 那你們這可以炸幾次才換 這個嗎 對 你們的油炸幾次就要換 你是說我們現在這樣子的燈鍋嗎 對啊 就你們每次炸完 炸完這個 這叫粉酥花生嗎 可以炸完 就直接換掉 你炸 一樣一鍋炸一次而已啊 就這樣炸一桶 對 你的油就只用一次 對 為什麼 它好久也可以用兩三次 會用一天啊 一整天 沒有沒有 我都直接自己用管 因為我們自己在做油 所以我用的東西會比較 比較捨得用 是 因為這樣子能確保每一次炸出來 都是最新鮮的油 對 然後味道也不會變成 對 也不會有其他油泡味 對 第三代的黃董 小時候曾經吃過阿公時代的粉酥花生 他卻怎麼樣也模擬不出 同樣的老味道 因此他花了許多時間 一次又一次 只為了重現記憶中的美好滋味 好了 可以了嗎 到過來那邊過篩了 要過篩啊 對 一點點 然後把粉篩一下 可以可以 那要到多少 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三分之一 這過篩是為什麼 差不多 因為他不會有恐慌 所以要把粉做掉 對 他會黏在手套上 他這樣塞對嗎 小一點對 你這樣腰不太 腰會受傷嗎 我們可以抬這個馬步 然後 也是要甩的 可以這樣可以 用甩的還是這樣 我們起來之前會甩一下 讓他疊在上面就會下來 喔 把這個粉也要弄掉 可以 都在旁邊 可以 好 可以 那這樣子就放兩 對 他有一些混結塊 沒關係 喔 他是粉酥啊 所以他剛餡架出來 超級脆 對 那個脆度就是像炸雞 炸那種酥的脆皮一樣 對 外面的那個脆皮喔 而且他的脆是 外面是酥脆 裡面是花生的青脆 堅持傳統 是一條很艱辛難走的路 曾經老遊行不敵時代的浪潮 原本打算收攤了 但這位七年級的女生 不捨得記憶中的味道凋零消逝 所以她決定放下學業 返回家鄉接手老遊行 好香喔 有一種 好香喔 等一下在等待 欸有 欸欸欸 出來了 出來了 那這可以限時嗎 可以限時嗎 可以限時是不是 你接老 那我接了 我接你 你接 不需要 欸 第一手花生像 真的是第一手 第一手 這個辣椒就跟著 而且它是沒有顆粒的 它就很像花生這樣 我們吃 好香 好濃 現在整個環境中 已經充滿了花生粉 在磨的時候的香氣 可是你在吃的時候 你還是完全吃得出 它花生的香氣跟香味 然後油脂的濃厚程度 好厲害喔 它超滑順耶 這個機器也厲害耶 這個好久喔 這個已經是非常久 用多久 現在找不到 這應該用了四五五年 比我還大 它有多久還可以磨到這麼細喔 因為每次修理有一些零件壞掉 我們都在進去那個 專門的零件 然後再做一個零件 那為什麼換新的 新的現在磨得不是更順暢嗎 因為現在新的它的那個做醬的比較短 現在這個很長 就是一公尺 它那個可能只幾公分而已 可是它刀刃全轉速度太快的話 它花生類一樣 可能沒有覺得沒破壞 它被加熱到 所以那種動作出來 那個花生叫會有溫度 很燙 很燙的 因為它的轉速太快 它要把這些顆粒在磨得很碎 對 所以它會比較熱 然後這個剛剛一出來 我馬上記得 它不是有熱的 它是有點溫的 有點溫的 所以這跟營養成分有關係